都在北京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 我差点Forever21 我死在处置物里 接着期视频我真的一直都很想Pry 我在北京大大小小住过7个房子嘛 这7个房子都有各种大大大大大大大更大的问题 众所周知北京是一个有钱清空万里 没钱我抢特价大米的地方 但凡在北京住过房都知道什么叫社会险恶 咱们今天不是分享经验 而是分享我悲惨的人生 啊啊啊啊啊啊 老铁们我又回来了 今天又是一期边化妆 边分享我悲惨的人生的一期茶话会 咱们就说但凡你今天过得不顺心 被什么老板欺负被同事排挤 看这期视频 我就不信有人比我还惨 咱们先来上个防晒 用的是这个UNI的防晒 我最近对他真的很爱 他这个水港防晒 而且沉默特别快不戳泥 他刚上了也会有一丢丢的油感 但是沉默以后就很清爽 重点他味道好好闻 有一种巴巴干的味道 但我更爱添水小哥哥 老铁们最离谱的就是那个 我差点死掉房子 应该有些老粉都知道 他其实在一个北京特别偏僻的地方 然后是要送妆的 整个很偏僻 我根本说 我每次出来玩 打车回去得一个多小时 然后那条路晚上开吗 有多吓人 你越开越没有路灯 咱们就纯承一个恐怖电影的那种场景 连那个司机每次都要说 哇靠小哥哥 有人住这种地方吗 女明星最近搞事业的气垫 有没有被种草姐妹 虽然他真的呈现 但那时候他很便宜 你知道当时我们租了一个270平的大平层 才花了6600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大厨房 此时还不知道危险即将到来 你要知道北京是一个 你可能更加合住一个30平房子 都得5000个月的地方 然后很夸张就是 我们搬进去的当天 北京下起了我这几年 看过最大的一场雨 打雷下雨没关系嘛 但你也不能把我的房顶给打没了 WAT 因为房东他在我们那一层的房顶 种菜 种菜 你没事吧你 找个房顶种菜算了 你房水也不做好 你怎么大漏雨 你们能想象那种 外面跟屋内一起下雨的感觉吗 当时我跟我姐妹还很天真 觉得啊 滴雨滴雨啊 就还是有一种半信半疑 甚至觉得好笑的那种心情在嘛 我们房顶的所有灯都因为短路爆炸了 今天晚上我今天过来没那种 你知道一整个房子都是水 我当时很害怕 很害怕被电死 我当时立刻跳在沙发上面 我贼害怕就这样子抱着娃娃 一直说怎么办怎么办 就地下起码已经开始有三四厘米的水了 我都不抱你 拜拜 老天爷可能都被我们整无语了 就瞬间雨就停了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呢 外面的雨是停了 但是我们屋内的雨 还在一直下 这是第二天抢救的情况 听着很玄化很离奇 但我跟我们说句句属实 像一些日用品啊 湿了就算了 我稀稀还能用嘛 我当时记得我还报废了一部相机 一部平板电脑 但我跟我们说那个老嫂子房东 他真的就是一个大无赖 我们当时很天真的就是我们一次付了半年的房租嘛 你们真的要记得不能一次付那么久的 他房子露成那样电灯爆炸 他竟然都不退我们房租 还让我们继续住 只能赞助到房东安排的陌生人房间 我们甚至都报警了三次了 都没办法解决 因为你们知道 钱到了那种人口袋里面 咱们想往外掏 impossible 那个老嫂子的经典名言 你们坏的那些东西算什么 我坏的可是我的房子 狗屁 你房子之所以坏 好像是因为你种菜吧 就真的是强盗逻辑 事情的原因是你 你责任到追究到我们身上了 他不退房租就算了 他也不肯赔偿我们损坏的东西嘛 就一个劲的无赖 那人还自称艺术家呢 这么不讲道德我 屁 学艺宣学人 这句话送给你 但我们最后说不过他呢 只能还是继续租下来 你们没有听错 我们住在那个水漫金山的房子 主要当时我已经是负债来北京漂泊了 交了半年的房租以后 我身上真的没有多余的钱 能够再去租房子了 我只能够勉为其难住下来 我甚至怀疑我身体数字那么差 都是因为那个房子 你们想象一下 住在一个全部墙体都进尸的房子里面 风湿就在你身边 然后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差点死在里面吗 就隔了大概一个多月嘛 有一天我就真的很不想工作 我就一个人出门去逛街了 回家之后我发现我平时工作那个电脑区域 头顶上的天花板一整块塌下来了 因为那次漏雨导致它里面长期被水侵蚀着 我没有住过这样子 差点连人带房子一起送走的 我真的很难想象过 那天我没出门 我不确定你们现在还能不能看到 这样子活泼乱跳的我 那天真的很神奇 我第一次那么想出门玩 真的是捡回了一条烂命了 发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 我呢又在那住了三个月 当时没钱住房老铁 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它又漏雨又没暖气 我冬天在客厅 我得披着一张棉被 我才能活下去 我们终于到半年以后嘛 那个无奈房东 他也不愿意退我们押金 又开始他的表演了 你们怎么还好意思跟我要押金啊 我的房子又被你们住的坏掉了 整天天板都塌下来了 你看你们把我房子住了什么样 来给我咬牙签 诶诶那个姐咱有没有考虑过 要不要去干传销啊 我说你挺厉害的 我看那张闭嘴挺能逼逼刀的 死得都能说成活的啊 那小嘴啊 跟斑马脑袋似的 头头是道啊 真的遇上这种房子很倒霉 你真的也没办法对他干嘛 除了说去告他 但是告他真的又费时间又费精力 他就抓住我们这种 傻傻很天真的这一点 不敢闹事很单纯 我是要觉得这个社会 你越是可怜 别人越欺负你 到现在没给我们 我们退了微信也不回我们了 我说我们租房子前没做攻略吗 再怎么做攻略 咱也没有预想到天花板会塌 俺会漏雨吧 房不胜房啊 用一下这个耐机子的唇甲尼 我的这个是叶叶曲奇 哦好可爱 我平时除了用他画腮虎 我还会拿来做口红眼影 你们听说过 住个眼可以 但是你不能住的房子吗 在北京我就见过这样的房子 20年的时候 我当时就是已经合租了嘛 我就想跟我室友住一个比较 欧式装修 比较有逼格 网红一点的那种高档小羊柔 当然咱们就说别也还是住不起 只能住过小品尘体验一下 然后就在网上找啊找啊 终于找到个还不错的 他那个房子说真的装修真的很好 风格点像小时代 故里半生日趴田那个场景 然后价格也不算很贵 当时我们就真的决定了就这套吧 但巧是我们每个平台 问不同的中介 他们都不太情愿的 带我们去看这个房子 我寻思撒迪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我有点小害怕 直到有个中介他跟我们说 其实因为这个房东 他特别特别的挑剔严格 对于住户 我想说我个女明星 20万的鼻子 对我自己的要求算是蛮高了吧 咱没看过 我说什么要求尽管放来 健身是这样的 第一条他不能养宠物 OK 你要第二个呢 他不足给一家人 我跟我室友是仇人 OK 第三个就是他必须要求 一个月要出差20天以上 不能经常住 不能经常住 不好意思 你刚刚是跟我讲了个笑话吗 我脸都僵了不是很好笑 咱们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只是想找人帮他还房贷 我才2A吗 你把我当M啦 我是额头上鞋的ATM炉吗 你唱歌是不是不看曲谱啊 就你X离谱 我真的很好奇啊 现在房子到底租没住出去 我虽然母嘛 但我也不是圣母好吧 咱也是大学生出来 智商还是有一点的 住这种房东 我也不知道你想忽悠谁啊 真是洋影八样 卑鄙无耻 我之后还租过好几个很离谱的房子 包括就是刮风的时候 厕所的天花板 会整个飞起来的 还租过那种loft吗 说什么中央空调嘛 冬天室内-10度 夏天室内-40度 然后房间密度特别高 一城能有30间房 我们当时真不知道 他隔音还那么差吗 有一次我们的邻居 还特地写了一张纸条 跟我们说我们晚上太吵了 属民村大发王欢喜 我当时看到后 我除了抱歉 我还有色死了 我连夜搬家 谁知道有没有一些 不可言喻的声音 给他听到呢 用下这个双皮贴 最近很喜欢这个了 还有追溯在那种老人 特别特别多的小区 我这里先说明一下 我个人是特别的尊老爱幼的 但是你也知道长者 毕竟跟我们年轻人的 生活节奏不一样 当时我一个人住 我真的印象深刻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我经常会 一大早被那种 吹罗打鼓吵醒 我真的没有不好的意思 就是因为我一个人住 有时候对这种事情 我真的会很害怕 而且不是一两次 我住的那一年 好多次吹罗打鼓 说我自己真的还蛮害怕的 然后第二件事情 也是把我吓跳 就是有一次 我跟我朋友在外面玩到 大概早上四五点回家 我们那个小区 晚上是没什么路 等着说的特别特别黑 你们也知道 像我家里面的长辈也是 他们可能年纪大了以后 经常会特别特别早起床 我当时要到我那栋楼 会经过我们小区 就像那种健身器材 那一片小广场 然后当时天特别黑 我就用那个手机这样子 打光照照照照照 然后一经过那一照 有好几个长辈 他们就是已经在那里开始锻炼 然后还有散步 我说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的不尊重意思 我求生育 但是我当时真的是被吓了一跳 你们试想一下 代入我一个人住 一个人走到那种漆黑一片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们租房 也不太适合住在那种 老年人比较多的小区 就我们对他们而言 也是一种打扰 而且在北京租房 有一个比其他地方 更明显的问题 就无论是住的人 或者物业管家 他们对业主和租户的态度 都是天差地别的 有一次我们想去楼下 就有人打架 假设打架的是A跟B 其实这件事情的话 是必先不对的 但是当时在视频里面 那个A就说了一句 你是租户还是业主 你的租户转什么转 我当时看了这个视频 以后就因为这句话 我顿时没法对A同情起来 包括我们之前楼上 一直一大早的八九点 就开始装修 然后我跟我一起 就想上去跟他沟通一下 能不能晚一点装修 十一二点这样子 我们一敲门 那个人就问我们第一句 就是 你们是租户还是业主 听到我们是租户以后 那个态度瞬间不一样 巨拽 我想说租户业主都好 大家都是住在同一个小区的 就应该互相尊重 我是在租房 没有你牛逼 但是你也不代表 你就能看不起我 我是在北京嘛 有三次我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我觉得我努力一辈子的够呛 能在北京做业主 努力十辈子也够呛 好了 今天这个 跟你们分享我的悲惨 租房经历的长话会 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 原来最近长视频 可能比较少 我真的有点剪辑不过来 而且最近就是 有在努力打工 就不知道有没有姐妹 都来看我打工的 努力打工 创造美好未来 才能不让别人看不起 打点腮红在这个鼻头下面 感觉应该会蛮可爱的 你看我今天嘴巴用的也是这个